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九十六集 不单全根 滑岚的石根也好看 我上回去瞧 已经会笑了 笑起来那个田幼 活脱脱滑丫头小时候的模样 王氏满心欢喜地叹道 唉 这下可好了 华兰也能挺起腰杆了 免得他老要看婆婆脸色 盛红其实很疼爱这个长女 家里有着许多孩子 只有华兰小时候是他实实在在报过睡哄着吃的 作为一个不应该道人是非的官老爷 盛红也忍不住道 忠情老伯爷 人倒是不错 只是亲家母 如今也好多了吧 哼 若不是我上门去说 他连满月酒都想只摆两桌酒饭了 都是自己儿子 一个开了五十桌宴席 一个却这般 也不怕人笑话他心长偏了 女婿一位余孝 只可怜了华丫头 也不知被散计去多少陪嫁 这回老爷和百根伸了官 他才消停些 哼 也不想想 当日他家门庭冷落 华兰肯嫁过去 便是他家祖宗姬德了 盛红缠瘾片刻 那日我与老伯爷略提了提 他会约束亲家母的 说到这里 盛红忽想到一事 问道 那墨丫头的亲事怎么说了 王氏折好关袍 皱眉叹气道 唉 我不是没到处去 可老爷不得不乐意 百儿汉林院里的编修 宁闲平寒 我托人问来的 您又嫌没根基 若是大户人家 那便只有树出的根了 老实说吧 不是美好的 可咱们物色女婿 人家也物色媳妇呀 莫丫头 一个树出的 能有多大出息 怎么寻莫 圣红心里不舒服 其实他也觉得 那些对象就可以了 可嫁不住林姨娘 死哭活求的 在现实面前 林姨娘不得不低头 这才发现 赫红文的条件实在不错 话可说在前头 过几个月 墨兰便要急急了 她再这么左挑右拣的 我也不管了 不过呀 她拖得起 如丫头和名丫头 可拖不起 到时候 别怪做妹妹的 不等她做姐姐的 王氏在圣红面前 先打好预防针 圣红揪着眉心 头痛道 老太太与我提过 上回她去右洋 瞧见她嫂子的娘家侄儿 叫玉哥儿的 读书上级 家里也硬实 听着倒是不错 端看她明年 是否能中局吧 她还是很信任老太太的眼光 当时老太太提起时 曾四小飞笑的说 那哥儿和自己年少时 普为神似 想到这里 圣红心情好多了 像自己 那么估计 也是个有才有貌的 有为青年 很好 很好 如能尘世 墨兰便有福了 出身于科举正途 官宦家庭的名兰 本以为爵位 是铁党的饭碗 只要不去掺和 夺位结党之类高层次犯罪 基本可以舒舒服服 靠祖印 活到死 明兰曾不无羡慕的和长柏 讨论过这个问题 结果换来了长柏哥哥 十分鄙夷的白眼一眉 太祖开国 为恩赏能臣勇将 及谋略之事 共封有五位义姓王 十九位国公 四十二位侯爵 一百一十五位伯爵 令世袭将军无忌 太祖为人多疑 不过一代时间 便尺夺诛杀了 三位义姓王 和败数的公侯伯爵 此后 太曾继位 及先帝爷 北极达达 南西南荒 东西南北 开江海陆 拓图无数 便又陆续封了些许爵位 但有些留和氏之分 并非全都世袭网替 太宗皇帝平定四江之后 首封的第一谋臣张格老 率先贱言 以无上之富贵 愁无边之功绩 武将之首 时任靖国大将军的英国公 领头赋矣 太宗皇帝便顺势 卸了这些军中贵族大半的朝政权 从此 一阵权柄 向文官集团倾斜 然富贵有数 子孙无尽 有决之家繁衍三四代之后 据使人兵繁多 管不胜管 此时便要看 那家在军中宫里 更有势力 那家人才辈出 若家是请颓 孝气放纵 穿戴于智 清瞻名彩 一桩桩 一条条 都是玉士言官 可参之本 然后 要看皇帝的心情了 太祖爷子嗣众多 先帝继位时 汝阳王 连同一杆 豪切贵咒 上奏 九王摄政 太宗皇帝 手腕铁鞋 轻率三千铁骑 夜袭 七山大营 一举倒破 汝阳王本部 后追根究底 一气费了牵连其中的十几个王决 其中便有擦边球的炮灰 钟情伯府 先帝在位时间不长 静安皇后 轰侍后 没多久 也跟着去了 当今皇帝仁慈 登基后几年 便起负了几个非手最重恶的绝佳 但这些人家 以缘起大伤 如惊弓之鸟 再也不敢蹦打了 明兰第一次去钟情伯府时 就轻轻压了一扇 四五进的大院子 连带左右两个小园子 只略比圣府大些 论地段 还不如圣府 后长白 才告诉明兰 原先的钟情伯府 被收回后 早赏了别的公孙贵妾了 如今这宅子 还是老皇帝后来令赏的 今日钟情伯府 为次孙摆满夜酒 里里外外 三十六桌 讨了个六六大吉的彩头 圣府作为外祖家 自然是上柄 明兰等下车就叫 进二门后步行 绕过一个富贵吉祥的照臂 开进了迎兵堂 迎面一个身着挑金线 桃红装花被子的女孩 便迎过来 笑道 你们总算来了 我曾早起便等着了 偏你们还迟了 莫兰首先迎上去 满脸堆笑道 早知道姐姐在等我们 便是飞也飞来了 如兰半笑不笑 文英姐姐是主家 自是等客的 难不成叫客等主家 袁文英的鹅蛋脸 白润俏丽 何其大度 也没距离如兰 只去拉后头的明兰 笑道 明兰妹妹可是稀客 我们家自打来了京城 你两个姐姐 倒是常来玩 只你 痛过来过我家两回 云兰揉着太阳穴 还觉得头晕 便老是认了 兰英姐姐 我兰 别怪我了 我人虽没来 四季荷包善坠子 可回回拖了 吴姐姐带来的 说着浅浅而笑 这一笑 倒把袁文英震住了 不过几月未见 白皙的 几乎可以掐出水来的皮肤 脸颊上 有一抹似是而非的颜色 纯色淡粉 好似汗胆掐出的汁 印在脆弱的血白宣纸上 叫人心瓣都联系起来 担的是颜若桃花 乌黑浓密的头发 松松瓣了一个斜弯月计 只用一只碧雨棱花 双合肠粘定了 并边压了一朵 米竹金线穿的水晶花 一眼看去 满是的花坛紧促中 四只能看见她一人 清极厌极 美多久不见 妹妹愈发俊俏了 袁文英忠心道 你也该多出来走走 墨兰脸色沉了沉 立刻恢复原样道 我这妹妹最是懒 只喜欢随着我家祖母 念经礼佛 你就别劝她了 袁文英轻笑了声 转而对明兰道 听二嫂子说 你小时候身子不好 这会儿该好些了吧 今儿天冷 不然咱们好钓鱼去 明兰见袁文英这般客气 也不好再装棉片了 也去拉她的手道 谢过文英姐姐惦记 我身子早好了 不过是 不过是 今早没睡足 不好意思的吐了吐舌头 袁文英扑吱笑了出来 这倒是 今儿一大早 我就被捉了起来 刚还一直打哈欠呢 如兰被冷落多时 忍无可忍 到底进不进去 袁文英 直到如兰脾气 只挑了挑眉 便领着三个兰 到了李屋 李屋 亦是一片说笑声 华兰今日满脸喜气 穿着一件大红百叠穿花的滚金线 装花被子 头戴五缝朝阳 攒住金缝 旁边一个体态丰富的奶妈子 抱着一个大红的锦绣墙包 三个兰连忙上去看了看 只见了婴儿白胖秀气 只闭着眼睛睡觉 花苞般的粉嫩的小嘴 还吐着奶泡泡 甚是讨喜 一种贵妇 纷纷恭贺道喜 还有几只戴着保释戒指的大妈手 去摸小婴儿的小脸 不一会儿 时刻就哭了起来 华兰便叫奶妈子抱了下去 王氏是真高兴 脸上散着愉快的桃红色 她也坐在上手 一见如蓝便招手叫过去 拉着女儿在一堆贵妇中说话 一旁的钟情伯原夫人 却神色淡淡的 看着暗儿媳妇 随着娘家发迹 水涨船高 她心里很不舒坦 近一年来 华兰也学乖了 脱便示弱 又把家事推了回来 她和大儿媳 怎愿意拿自己的私房 撇步家计 而且近来儿子也不如以前听话了 父亲和我的俸禄全交了母亲 家中的田地装铺也都捏在母亲手中 以前华兰当家时 要家用 母亲推散祖司不肯给 这样的家 有什么好当的 杨文绍是武人 本最是孝顺 寻常也不生气 但原夫人偏心过度惹着了她 她梦梦的甩下一句话 若想要华兰的陪嫁 便说一声 若家计艰难 听着叫外头人看不起 叫月家白眼 儿子也一定双手奉上 也不用打什么晃子 没得上了身子 又生勤奋 钟秦伯知道后 把老妻叫来 狠虚一顿 大户人家 能守得住什么秘密了 你打了你做的不留痕迹 外头早笑话开了 家里不是过不下去 又没什么大的初想 你算计儿媳的陪嫁 也不顾过我的脸 大儿媳在文绍媳妇嫁来前 一天能吃五顿 这会儿她倒是金贵上了 动不动躺着哼咳 她不能管 你管 若非要文绍媳妇管 你就连田谱都叫出去 原夫人气得半死 也无可奈何 后来华兰怀了身子 她便接二连三的往儿子屋里塞人 一个个哗着腰绕 华兰倒也忍住了 只丰服妈妈熬好汤 一个个灌下去 厌世人刀伸出了儿子来 原夫人一瞧不对 便又要给原文绍 纳房测室 华兰哭到老伯爷面前 虽说爷们三妻四妾 是寻常事 可是母亲 也当一碗水端平了 大嫂屋里 母亲一个人都不给 却往我屋里放了七八个之朵 说都是服侍爷的 可不是嫌弃媳妇不嫌 不会服侍夫婿吗 这会儿好好的 又要给二爷纳偏房 多两位高堂 真嫌弃了媳妇 媳妇 这就求去了吧 连文绍刚得了白胖儿子 朕喜欢他要命 也愤愤道 大哥那儿 不过一期一切 我却满屋子的小心 知道的是母亲给的 不知道的 还不定怎么议论我好色无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